好 花蓮墙震呢 这一阵是酿成了严重灾情 好 目前搜救人员是齐聚在这个沙卡档步道 来找寻呢 受困的民众 好 那么呢 在中午时刻呢 是找到了第三名的受困的民众 那么经过呢 这个背包的证件 在下午1点19分的时候呢 是确认她正式呢 独自前往花蓮旅游的21岁无姓女子 好 那就出之后呢 遗体就会送往花蓮殡仪馆 好 目前呢 在花蓮殡仪馆的状况呢 就是在下午2点半左右呢 有一台救护车是送了这个沙卡档步道的遗体 是来到现场 好 根据呢 花蓮县政府人员表示呢 这遗体后续将会进行相验 而且也有通知家属了 好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湖姓女子的家属 在事件爆发之后呢 就有在网络上面来做po文 因为呢 他是表示说呢 自家女儿独自前往花蓮旅游 但是没有想到如今是断了音讯 而且明明呢 在强政之前呢 还有拍照片用赖跟家人报平安 但是没有想到呢 就是一直找不到后续女儿到底在哪里 好 那么如今呢 在现在是确认说呢 是天人永格了 而且呢 其实沙卡档的步道呢 它是静观型的步道 它通常呢 是这个路面是很平整的 很适合家人一起旅行 那么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呢 让湖姓女子的家人 是放心让女儿一个人独自前往 但是没有想到 如今是传来了噩耗 那么后续将会持续 带你关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